今天是2019年12月26号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大盘 今天上午的大盘 总体呈现一个小幅冲高之后 在高位位置整理的走势 为什么在这里整理呢 我们看一下k线方面 k线方面显示指数 今天冲击了五日线和十日线 五日线和十日线 我们前面说到了这里有较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看一下量能 这个量能其实是比较小的 如果这个量能的话 那么大概率这个指数啊 在高点位置很难冲上去 那么大概率会冲高回落 那么我们注意一下下午之后指数的相关风险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60分钟 60分钟同样显示 一般我们认为在接近金差位置的时候啊 往往这个时候啊压力比较大 所以必须放量 那么我们看一下60分钟 这个量能助走的是比较弱的 那么再看一下30分钟 30分钟目前mscd红柱 有逐渐顿化的结构 前方那个压力位置依然红在这个地方 所以短期的话 30分钟大概率也会遇阻 综合来说指数大概率在冲击阻力位置之后 由于量能不足 最终冲高回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创业版方面 创业版方面 今天的表示表现啊 较差一点啊 看一下 创业版今天冲高之后回落 主要是因为啊 科技股经历了快速的反弹之后啊 有了又有了大量的获利盘 也有了上方 也有了大量的套牢盘 套牢盘获利盘都在上面 如果没有量能的话 同样也是如此 没有量能把一些套牢盘或者 获利盘吃掉的话 那么最终指数也是难以上涨 而且我们考虑到年内资金面总体来说 比较紧张 所以大资金也是且战且退啊 散户尽量也要做提前的预判 那么我们看一下板块方面 板块方面 今天表现就好的 主要就是建材 房地产 这些板块 包括证券板块 证券板块呢 今天的波动非常大 跟昨天一样 前面我们说到了证券 拉伸上来之后啊 主力在高点位置的时候啊 往往必须要采用这种大幅波动的方式 才能吸引场外的资金 但是从这几千的走势来看 整个证券板块拉伸的引导资金进场的效果并不是非常好 证券每一轮拉伸的话 大盘啊 波动也都比较小 所以我们关注 如果后期证券出现下跌的话 那么整个市场啊 将啊 热点将会比较匮乏 而且像房地产建材这些板块 对于拉动指数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关注后期像化工啊 这些板块 传统制造业板块 能不能带带领机会 特别是汽车板块 或者钢铁板块 考虑到如果大盘整个情绪面不好的话 只有这些板块能够带动 那么今天表现较差的 主要就是前期反弹比较多的 像科技股啊 半导体等这些板块 包括传媒娱乐 造纸 等这些传统制造业或者智涨股 都呈现了个下跌 那么这些板块的下跌 对于指数的整个打压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些板块的下跌会导致特别是科技股带领创业板下跌 创业板下跌 往往会引领情绪面向下走 所以短期的话 还是以控制风险为主 上方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而下方的支撑啊 也不是很牢固 所以总体来说 我们关注指数后期的走势啊 小仓位可以做一下波段 重仓的话 还是要等待明年的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大盘 我是盘手男友